再来看到在万华有100多年历史的人际院 今天是特别邀请了艺人司马玉交 李炳辉举办了敬老联欢公益晚会 那么现场邀请了万华跟大同区300多名的独居长者 席开40桌一同欢庆即将到来的九九重阳佳节 以流浪到淡水红遍大街小巷的台湾歌手李炳辉 现身公益活动再展歌喉 这回他特别来到万华人际医院陪伴银发族 提前欢庆九九重阳节 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昔日的当家花旦司马玉交也来献爱心 席开40桌坐满300多名独居老人 还有一名101岁的人瑞 民国元年出生的成林老爷爷和中华民国同年纪 15岁开始吃素 问到长寿养生秘诀 他说很简单就是常运动 运动很重要也别忘了要定期健康检查 欢庆重阳节不只是吃吃喝喝看表演 院方还提供免费健检 人口老化越来越厉害 有义务来帮忙这些老人家的这些 怎么样度过他们欢乐的晚年 重阳节 敬老节有志工团队的关怀 还有一群老朋友相聚 露出暖暖的笑容 独居老人也能活得不孤单 中文财新闻中午军温思涵台北报道